大家好,我是王柚子 我在橫村半島市从事穷麻编织 种子创作 那我有一个工作室叫一心手作坊 我以前是做幼儿园的助教 那因为我兄长他生病 我就转行 做自由业会比较有多时间去陪他治疗 在学校方面的话 就像有写交案的时候 学以自用 当初学的儿童服务系里面 也有课程的安排或者是主题内容 那在国小的时候 教学手工医的话 就会把他的主题延伸到里面 可以的话就是让在地的妇女 比如说二度就业 或者是一些私婚妇女 一些单亲家庭的妈妈 他们可以来到工作室 就像我们工作室是在辅导一个 在地妇女的一个团队 我们可以接触很多的课程 或者是一些订单 穷麻对我来讲是 我父亲做穷麻的中盘商 但是没有编织或者是一些记忆的传承 穷麻是养育我们家最大的经济的来源 当初我会去用线跟神来做事 就是因为我哥哥他生病 他离癌嘛 那因为我觉得说这个线才能够去相信我们家里面的每一个人的心 就是对自己的其余是可以参加一场比较大一点的展览这样子 那可以透过他们主办单位来邀请我去做创作 就比如说是恒春现在很夯的洛杉丰艺术技啊 他们十月份要走秀的时候呈现我的包包作品 那透过这一些活动去让别人看见恒春 透过献根神去舞动生命的色彩 把这个编织的手感的温度 我觉得人的心会比阳光来的更温暖这样子 带给大家恒春人的热情